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开车的不是恐怖分子 而是南韩女性家庭部的一名隐姓科长 撞车当下据悉他不停地呼喊着 要求美国政府帮助 希望能逃亡到美国 而坐在副驾驶座的女性 则是受了轻伤被送往医院治疗 警警方调查后 肇事者并没有喝酒 但是南韩媒体发现 事发前几个小时 他曾在脸书上发文 表示自己改变了立场 现在是资本主义者 而该名隐姓科长 是否有精神疾病 以及和北韩有何关联 还有待南韩警方调查 三日新闻 徐超正报道